北京时间9月25日,人委内瑞拉吉球队费利克斯·赫尔南德斯成为了美国人。 在当地时间星期一,赫尔南德斯与另外74名来自34个不同国家的居民,一同在华盛顿州土威拉市的公民服务中心宣誓加入美国国籍。 新年32岁的赫尔南德斯,在17岁时来到美国。 在2003年,赫尔南德斯离开委内瑞拉,并与西雅图学手队签订了合同。 赫尔南德斯表示,美国给予了他生活当中的一切,他表示将一直效忠于美国游水手队,多年以来的梦想现在已经成真。 赫尔南德斯称,在决定是否加入美国国籍前,他和家人经过了细致的考量,最终,他决定和他的妻子一起,成为美国公民。 在盛世的现场,有一些人认出了赫尔南德斯,当然,这也和现场诸多摄像机与记者的到场有关。 赫尔南德斯表示,由于大家认出了他,他不得不在那一天,与热情的球尼合影留念。 赫尔南德斯在2005年8月首次代表水手队出战大联盟比赛。 在13年的大联盟生涯中,赫尔南德斯已经6次入选全明星阵容。 其中在2011-2015赛季,赫尔南德斯连续5次入选全明星。 在13年的职业生涯中,赫尔南德斯已经完成了2463次三阵出局,并曾经在2012年8月15日投出过一张完美临风对手的比赛。 从一名懵懂的少年,到今天的全明星投手,赫尔南德斯可谓是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美国梦。 如今,成为了美国公民的赫尔南德斯,算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。 长西